回到台湾大乱谈 民进党在明年的1月就要举行 这个林权会最主要是要处理 接下来的立委跟总统要如何提名 刚才大家也认为说 现在蔡英文的呼声比苏贞昌高很多 但是苏贞昌会不会有最后的这个反扑 扭转整个局势 可能跟这个提名办法会有一点关系 现在民进党内的总统初选的提名 有两种办法 从过去到现在 就是民调跟党员的初选 要如何分配的问题 以目前各派系表态的状况来看的话 这个钱欣系跟谢系呢 这个谢系其中的李应元而已啦 认为说应该要全民调 那吕秀莲的部分呢 认为是应该要有党员投票 那蔡英文是都可以 她还在思考 那苏贞昌也正在沉淀没有特别意见 所以呢 真正有机会的人 这个时候是不会表态的 谢长廷则是说呢 这个所谓的谢系说赞成全民调 那只是李应元的个人意见 她说她本人持开放态度 没有定见党内现行的总统 总统初选方式有留弊 但是如果采全民调的话 跟政党政治的精神有所违背 所以到底要不要把党员放进来 这到底是关乎谁有可能出现 想把党员放进来的 好像都是在这个社会上面 民调比较低一点点的 所以她觉得党员放进来 对她有利 这些人就算有党员投票也不会有票 所以党员投票也是只有蔡英文跟苏贞昌有票 吕秀莲怎么会有票 他去哪里升票出来 所以什么样的方法都没用 他们今天还没有谈论到总统的层次 他们现在大部分这个讨论是在不分区委员的投票 今天整理的这个媒体报都是在讲总统的部分 总统提名的方法的部分 那当然区域立委跟不分区立委要用哪一种方式 区域立委是已经有比较高度的共识用全民调 那不分区有人认为应该要放这个党员进来 不过就2012来讲 表示说有兴趣的人很多 就民进党内现在有兴趣的人很多 所以才会把各种提名方法拿出来看 其实对马英九来讲最有利的应该就是全党员投票 不是 我跟你讲 虽然你这么讲我还是不同意 今天讨论这个东西不是全然在讲总统 因为你要先面对不分区委员的选举 那大家都心知肚明 因为你晓得那些人头党员 你知道数目相当多 而且左右他的后果 但是你也得罪不起他们 所以你不能在嘴巴伤他们 那当然在社会里头民调高的 名望高的 他希望全部民调 但是你看这个民进党的党员的 人头党员的程度严重到什么 一个家庭可以太太当不分区委员 可以先生当中职会的 当选当选当选 小孩当选议员 母亲做不分区委员 那爸爸当中平会的主任委员 选什么都上啊 一讲为什么呢 就是他们那一家的人头党员 可以前后使用三次 所以你今天 够三个人用就对了 我真的不怕得罪你 为什么呢 你这个叫民主进步党的党员吗 这个其实是某某银行的行员 所以你是不是这个银行 跟这个民进党是不是要画一个等号 当然这是一个特例 不是全部这样 那当然也有一些 你是指那个是党产吗 不是 我觉得民进党的党员 我们不能完全说都是这样 有一些党员非常长的 好几十年的 尤其是在中南部 那些人其实也被某些人绑住了 尤其因为他们意识形态都比较深绿 所以他们大概就会去投途省则 投蔡同龙 而且他们会换票 所以今天大家都晓得 人头党员的参与 其实搞出来的候选人 其实是不理想的 但是不能公开讲 因为讲了就得罪他们 但是你看连零索水脑筋这么清楚的 这么有正义感的人 他也都讲 因为部分区委员跟总统 如果没有党员的参与 好像有违背政党政治的理论 所以他说 这有一点点不符合逻辑 林总统讲的这么科技 就是很不科技 就是说没有党员 他觉得说 这个就跟一般的民意调查一样 但是我觉得民进党 没有办法处理党员投票的话 其实就应该全民调 全民调 但民进党党员没有参与感 到时候没有热情 党员投票占10% 民调占90% 就是说菊月怀为止 台湾很多怪现象 理论上说 你党员 像选美国的初选 初选就要登记 登记民主党登记共和党 他可以跨党可以跑来跑去 那就是党员初选 美国完全看党员初选 没有看民调党 所以这次为什么欧巴马能够赢 为什么能够赢希拉勒 因为这次共和党小布希做太烂 然后共和党提出来的 这个McCain又太老 那老而且又好像那个精神也怪怪的 找一个副总统 他当时他也觉得怪怪的 所以现在还是很怪 现在他蛮红的了 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在看 民主党只要谁被民主党提名 谁就当选总统 可以很轻易打败共和党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欧巴马输希拉勒输得多了 希拉勒在对不对 希拉勒部署了多久 可是选举的结果欧巴马赢了 他也没有去办民调 他就是党内初选了 只是到了台湾 怎么党内初选 变成什么人头党员 就变成这 这很奇怪的 因为理论上一个党提名人 当然是党内的 党员才有资格 那否则党员 他这个党干什么呢 平常你叫我交党费 平常你叫我很热心 平常叫我给你做铁卫队 平常叫我做核心 平常叫我做森率 然后到了选举说 你跟一般跟那个路上随便 某路人假路人 你是一样的 甚至如果民调没有抽到他 他的意见还不如搞不好 问到一个蓝的 这怎么叫民主政治呢 所以这很奇怪的 这真的很奇怪 党员亲和以堪 对就是那他这个党干什么 可是民进党怎么会搞出 那么多人头党员 这我也不解 在里面上民进党很多的支持 应该是很有热情的 理想性应该是非常高的 才来支持这个党 出钱朱利亚的 那怎么能办 这么多人头党员呢 因为交了党费 就变成人头党员 然后人头党员就可以换票 就可以左右这个党 民进党如果这点不能改过 其实党员初选 党员的意见 应该占有一定的比例 党的干部有一定的比例 像美国也是 他党的干部有党干部的票 党员有一定的比例 弄了半天怎么搞成这样 然后结果现在 民进党全部用民调 国民党也学民进党特别的民调 也很好笑 国民党不是号称自己 有200万党员吗 而且国民党的党员 基本上不是人头党员 他也搞民调 他也不去问他的党员 这整个台湾的政党制 搞一塌糊涂 很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太多人头党员 对民进党来讲 所以他干脆 不要被挟持 他就搞民调 就是变成这样 所以民进党里头 反对党员投票的理由 其实也蛮好笑 他是说 如果说在初选过程当中 就用党员民调的话 因为现在法务部会查 这个人头党员的问题 那一旦被清查 这个问题的时候 对党的形象会有伤害 所以就应该要禁止用党员投票 这种事 基本上只是个讲法而已 实际上不应该是这个理由 你如果排斥党员投票 一个候选人 如果订定游戏规则 或者对游戏规则表态的时候 如果他完全排斥 就党员投票的参与的话 其他潜意识里面 或者他其实在释放一个讯息 就是他是看不起这个党 他看不起这个党 就是参与这个党的人 认为在参与这个党的人的结构有问题 不足有代表性 那同时呢 对于接下去呢 就是提名的人来讲呢 可能呢也会有伤害 这个是在很多的 就民主国家政党里面 是不敢轻易去做的 那当然台湾确实会出现这种问题 就是人头党员的问题 可是你要 就是我想最后它会是个比例 仍然就是说 你的党员票的比例要多少 那就是说民调要多少 那只要有党员票的存在 即使是只有30% 老实说最后呢 就像绿文讲的 其实其他人的讲话 其实都没有意义 最后仍然是苏登昌跟蔡英文 两个人比较是有的发言的空间 不管是党员票 或者在民调上面来讲 反正都还是这两个人 那可是呢 如果说用党员票 只要一有党员票 你就会发现 候选人不知不觉当当中 他就必须要 就是说表达某些 符合党员结构的 那种声率架构的 符合党纲的一些谈话 就要出现了 就不需要出来 我加入你这个政党 我成为这个党员 固然有一些人头党员 可是你不能一概论说 大部分都是人头党员 大部分参与 可能还真的是有一些 包括一些创始的党员 都是对民进党怀抱一些热情 跟理想的 这些人你不要去回应他 只要有党员投票的部分来讲 他不可避免的 就会使得 有胜选机会的候选人 他必须要在路线上面来讲 提出能够去满足声率的 或者能够安抚声率的 那些的政策主张 那其实这件事情 就整个提名的方式来讲 我觉得反对的人 反对就是说 所谓的全民调的 是因为全民调呢 他可能会出现某一些特选人 候选人的 就是说明显的优势 除了蔡英文 目前因为他是党主席 他有舞台 他能见度高之外 另外你纯粹就候选人的背景 去分析的时候 我认为蔡英文的替代性低 蔡英文是在民进党的 目前台面 有可能参选的这些人里面 替代性最低的一个 那替代性低 会出现一个怎么样情况 我们不晓得最后的全民调 是多少人一起调 就是就是说是两个 还是三个还是五个 全部一起调 就是我的意思 如果说今天只有苏贞昌 跟蔡英文去做这民调 那我觉得可能差异性 就不大 输了之后 黄奕巴敢完一翻两瞪眼 但是如果说 如果说是五个人一起调好了 那我认为其他的三个人 如果他会稀释掉的选票 不会是蔡英文的票 会会是所有苏贞昌的票 那其他四个如果加起来 又比蔡英文赢 这事情就摆不平 对就是 因为你今天我们所设想出来的 苏贞昌之外 假定谢长廷 假定游其坤 假定吕秀莲 假定其他其他的人 或者林毅雄 这些人好了 你认为这些人如果一起说 我要角逐港内的2012的提名 我要一起呢 就是说这个参与民调 那调查出来的结果 如果这些票就这样分散了 你认为谁最占便宜 我认为蔡英文最占便宜 蔡英文的替代性是最低的 她有很多的特质是unique 就是她不会像是 就是说苏贞昌这些人 因为他们在民进党里面久了 其实大部分人会觉得说 不提苏贞昌 提谢长廷 或者提林毅雄等等 可能会有比较高比例 或者这之间的差异性不大 他们的票是会分散 那如果这些人 这些人都不出来 只有苏贞昌的话 那我想这些人的票 比较容易灌在苏贞昌的身上 所以在替代性上来讲 蔡英文占便宜 所以民调要如何去调 我都怀疑就是说 最后如果要采取民调的方式 甚至可能是两阶段的民调 第一阶段的时候呢 先把其他不重要先刷掉 最后取前两名 再调查一次 这个时候 两轮投票在台湾不可能 但是最后呢 民进党一定会有人提出要求 两轮民调 第一轮先调前两名 调出来之后呢 前两名再再被决一次 这个时候呢 才会真正的让党里面的派系利益 不会因为蔡英文 这个党领资历非常非常的浅 那个人特质很unique 同时政治沾染不深 弱点不太多的候选人 不会在这种民调当中 轻易的占了平 不过如果要两轮民调的话 第一轮可能大家都还可以 就是维持现状 那等到第二轮的时候 你为了要做市场区隔 有一些类似像初选那样子的 互相攻击的状况 可能就要出来了 不然如何做区隔 就会跟谢长廷跟苏贞昌 当年的状况会慢慢的接近 这是民进党不想要见到的吗 不过党内初选本来就难免 所以我苏贞昌一直强调就是说 要党内先协调 其实党内先协调 我认为2012年的这一局 民进党是存在的分裂的危机的 因为对于苏贞昌的这个世代来讲 这是最后一战 就是如果他没有办法在党内的 这次的提名当中 取得任何的优势的话 这个世代的人 其实他的政治生命就已经close了 那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下面 固然他2012年他不会赢 可是会不会在某些情绪 或者某些的力量的运作下面来讲 会出现像是杨秋心这种情况 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